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烂羹的君子兰 想要救活它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烂羹全部给它剪掉 像这些空羹烂羹全部给它剪掉 因为这些烂羹 如果说我们不清理掉的话 会继续的腐烂 清理完之后 接下来有一步非常关键的 就是给它使用杀菌药 用这种二美林 给它浸泡15分钟 浸泡15分钟之后 它就会食服到整个植株里面 把植株里面的一些病菌 有害菌全部清理干净 因为二美林它是类似型的 我们将它浸泡15分钟之后 就给它上盆 我们在上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土壤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颗用这些方法处理的君子兰 我这颗君子兰 当时烂羹已经非常严重了 大家看一下 底下的这个甲铃剑的位置 也烂了一部分 但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栽种 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长出了新羹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新羹还是比较强壮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救活一颗 烂羹的君子兰 即使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抓住两步就可以了 当然了 要避免君子兰 烂羹 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 我们可以用这种 土壤杀菌剂二美林 一个月给它交换一次 尤其是我们的养护环境 不够通风 植料不够透气的情况下 一定要做好预防 不然的话一烂羹就难处理了 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